大家好 今天講的題目是 過期的機票 美國非常著名的行為學的博士 這個教授 魏特利教授 他呢 手上呢 保有了一張過期的機票 這張機票呢 為什麼會過期呢 是這樣 他在美國 全美國很有名 所以說他的呢 不但他自己的這個專任教授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客座教授 他要到處去演講 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一個學者 所以呢 在美國的飛來飛去 他當然就搭飛機囉 結果 有一次 他所要坐的 飛機 因為他的演講呢 說delay了 delay了之後 路上又碰到大塞車 所以當他趕到飛機場的時候呢 飛機已經起飛了 哎呀 他覺得說 這怎麼辦呢 因為這後面的這個行程啊 schedule 全部打亂了 全部打亂了 他正在懊惱的時候 在機場懊惱的時候 傳來一個消息 震撼了機場 那一班飛機呢 失事了 空難 發生空難 機械故障 發生空難 整個飛機呢 所有的機上的機組人員跟乘客 全部罹難 在發生在美國 的空難事件 震撼了教授 變成 最幸運的 逃過一劫 的一個 乘客 那一張機票 哇 他變成是他的 蛤 不能說是他的護身符啊 因為他 他如果當在這一家 他如果 如果坐上那一班飛機 用了這一張機票 他就掛了 對不對 他就等於是罹難者之一啦 可是沒有用到那張機票 他就倖存下來 他覺得 人生很奇妙 他從那一刻開始 他整個覺得 他的人生 有一種不同的 的 感覺了 他對人生有不同的 人生的目的也好 人生的責任也好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他開始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如果他坐上那飛機 他已經死掉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意義了 所以呢 他就把那張機票呢 留下來了 過期的機票 一直放在他的口袋裡面 為什麼呢 只要他在人生的當中 碰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不平 或者憤怒 任何的事情 情緒上的事情 不順遂 所以他就把那張機票拿出來看 所有的煩惱 瞬間 他就可以化解掉 為什麼 因為他曾經死過一次 他若死了 那這些事情 這些煩惱 這些不平 還存在嗎 不會存在 所以那張機票呢 他一直放在他的口袋裡面 其實我跟各位講這個故事 我們都 我們沒有去經歷過那樣子 像威特利教授 那樣子的一個經歷 我們也沒有那張過期的機票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用想像的 在你在人生的當中 你碰到這些不順遂的時候 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也許前面很順利 可是那個順利也許給你一個 是一個意外呢 你順利的搭上那班飛機 可是呢 卻是意外的發生 的開始 所以眼前的這個不順利 也許它是給你的一個事情的轉機 對不對 威特利教授就是這樣想 如果我順利搭上飛機 我就死了 我不順利 可是我在那邊 哀聲嘆氣的時候 在那邊 在那邊懊惱的時候呢 結果呢 傳來說 你是唯一的倖存者 所以人生 你的價值 你的看任何的事情的 看待對待的態度呢 都會不一樣 你要選擇正面的那一方 提供給你參考